大家好,欢迎回来 时光荏苒,今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了 今天的视频是关于第三季度的护肤分享 这三个月经历了高温、水土不服、暴斗 以及换季的几个特殊时期 皮肤经历可谓是相当精彩 也总结了一点教训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直奔主题 我的皮肤是混合敏感肌 这次也是按照护肤的步骤来说 首先是卸妆 我最近用的依然是苏苦的卸妆油 在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也提过它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期视频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角跳转 我在这里再稍微提一句 这款是比较浓稠的卸妆油 很厚实 我是不介意用这种油质的卸妆产品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厚厚的质感 觉得会卸得更干净一点 如果你接受不了油质的话 可以考虑三赛那款 那个要稀薄一点 水感大于油感 下一步是洁面 我之前去旅行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吧 吃的也不是很健康 所以在旅途后期和返回家中之后 皮肤整个崩溃和暴斗 然后我手上又没有任何驱斗的产品 我也没有时间做功课了 就赶紧买了以前用过的 Dr. Organics茶树精油系列的洁面和精油 这个洁面是凝胶状的 不会挤很多泡沫 它的成分是纯天然和有机的 包含茶树油 芦荟汁 柠檬柑橘类的皮油 清洁效果还可以 洗完脸以后不紧绷 感觉很清爽 我看有人不喜欢它的味道 但我觉得还挺好闻的 就是茶树油和柑橘类植物的味道 其实也就是成分的天然味道 价格非常亲民 便宜又大只 我洗澡洗脸的时候 都会挤一些额外的用量 用来清洁脖子 胸前 肩膀和上背部 这样用起来也不心疼 而且还能让这些部分 得到和面部同样的呵护 这款我用下来是没有过敏反应的 它特别适用于油皮和豆肌 所以有这两个问题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 有一个点我想吐槽一下 这个盖子在第一次打开之后 就没有办法完全扣紧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淋浴间的话 最好放到水不会溅到的地方 否则这个盖子里可能会存水 下一个节面来自CeraVe 质地也是凝胶状的 虽然叫Foaming Cleanser 其实并不会产生太多很浓密的泡沫 是比较稀薄和稀疏的小泡沫 但很神奇的是 它洗得很干净 而且完完全全不伤害皮肤 我敏感肌嘛 很容易就会有发红刺痛的情况 但这一款洁面 我可以把它停留在脸上很久很久 都完全不会引发任何不适 我洗完脸后看镜子 会发现毛孔有明显的被清洁到 是肉眼可见的干净的状态 它的成分有保湿镇定的效果 洗完一点都不紧绷 非常温和 所以我就发现 它真的就是在履行 它说的这些职责 在不伤害皮肤天然屏障的前提下 清楚不够 这个我也是在长痘期间开始用的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效果 而且和上一个截面一样 这个我也会用来同时清洗脖子和胸前后背 而且我建议大家可以多洗一会儿 不要急于用水冲洗掉 让它的成分有更多的时间发挥作用 耐心一点 把它当成一个护肤的meditation 也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总之这一款我真的非常喜欢 评价有好用 因为它我现在对CeraV有很大的好感 会继续尝试它们更多的产品 下一个是一个去角质的产品 来自Fresh的橙糖磨砂面膜 它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产品 但是呢 对我的皮肤来说有一点刺激 里面有比较大的磨砂颗粒 打圈按摩下来 我的皮肤会泛红和有刺痛感 所以我建议敏感肌和角质层比较薄的小伙伴慎用 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 味道特别好闻 让人想吃掉它 但我没办法用在脸上 我之后会用在脖子和胸前 这个我会推荐给非敏感肌 对于敏感肌 我还是推荐上一期分享过的苏库那一款 那个非常温和 完全不会刺激皮肤 下一个是Doctor Organics的茶树精油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会在痘痘上用茶树精油 但说实话也是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作用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也可能是因为痘痘已经爆出来后是比较难平复的 最好是能做好预防工作 比如储备一些抗痘的产品 在有预养的时候及时用 可以很大程度的预防和消除 一旦痘痘已经出来了 就会事倍功半 我这次就是因为手上没有去痘的产品 所以耽误了 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缓过来 茶树精油的味道我非常喜欢 是很强烈的味道 非常提神醒脑 除了用在痘痘上之外呢 我还用在了我的右手上 我不确定是不是湿疹啊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泡泡 会发红和痒 有的时候还会很干 这个茶树精油很大的改善了这个情况 所以我就去查 茶树精油的功效 果然有一项是杀菌消炎 这个是被我碰巧试到的 所以特别开心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用来应对蚊虫叮咬烫伤 当香薰精油 甚至可以在洗衣服的时候 滴在洗衣机里 所以之后我会常备一瓶 而且它的体积很小 携带很方便 我之后旅行的时候 也一定要带着它 下一个是个重头戏 Polus Choice的水洋酸精华液 这个真的真的真的有效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一直刷到它 几乎所有评价 都是说它如何神乎奇迹 说实话购买之前我是不信的 但我自己测试的时候 真香啊 我也是在长痘气使用的 用了大概也就是两天左右吧 就明显感觉到它的效果 脸上变得很干净 很通透 它控油控痘 清洁毛孔的效果非常好 痘肌不用再犹豫了 真的可以尝试 虽然我是敏感肌 但我对这个不过敏 如果你也是敏感肌 最好先在其他部位测试一下 通常我是把它滴在化妆棉上来擦拭皮肤 擦完之后呢会有一层很亮的膜的感觉 但是很好吸收 不油 夏天的时候我洗完脸后只用塌 然后直接擦面霜 但换季之后我感觉不太够 需要加化妆水和精华水 还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第一 不可以见光 如果白天用 一定要做好防晒 不然会加剧皮肤的不好的状态 这个在平身的用法中也是有写面的 为了避免麻烦呢 我索性就只在晚上用 白天是不会用的 第二 虽然它说是可以每天早晚使用 但刷酸刷太多会让皮肤变薄 所以最好不要使用的太过频繁 尤其是脚质层太薄的同学 一开始我是每晚都用 现在已经有意的在减少使用次数 每周大概用两到三次左右 如果脚质层真的变太薄 可能会很痛苦 我现在用了蛮久了 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也没有必要被这个吓到 只是提前预防 不要过分依赖就好 第三就是使用完一定要做好补水 我看到很多小伙伴 因为没有做好后期的修护 而遭遇干皮甚至脱皮 我是没有遇过这么严重的情况 我在夏天用的时候 没有拔干的感觉 入秋之后会感觉有一点干 所以有在特别注意保湿的后续环节 目前下来是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个 或者类似产品的话 一定要做好保湿的步骤 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啊 我的额头新长了一颗痘 就是那种小萌心刚刚要冒出来 然后我就擦拭了这个水阳酸 两天后它就消失不见了 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所以我觉得这个除了对已有的痘痘 的改善之外 对于强保中的痘痘 它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这个我一定会常备 一旦有要冒痘的迹象 就第一时间解决 还有一点啊 和洗脸的步骤一样 这个水阳酸啊 化妆水啊 以及面霜 除了擦在脸部之外 我都会连带着用在脖子和胸前 我发现这样做真的会不一样 皮肤真的都会变好 尤其是如果穿低领的衣服 这个区域的皮肤状态还是挺重要的 其实每天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可能也就一到两分钟 反正都要护脸嘛 为什么不把附近的区域也一起照顾了呢 和大部分事情一样 贵在坚持 如果每天都这样护理的话 长久下来对皮肤会有非常明显的抗劳和改善效果 不要等到出现问题了 才想到去买颈霜啊 或者做医美啊 其实每一天的坚持是更有效果的 只要培养出一个好习惯 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 今天就开始尝试这个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下一个是来自Chanel的爽肤水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它超乎了我的想象和期待 它是抗污染爽肤水 所以可以清楚污染物 达到一个二次清洁的效果 最主要的是 它不是那种脆脆的干净的效果 而是很柔和的质地 在清洁毛孔的同时 还有保湿的效果 擦完之后 我甚至不需要用到其他的精华水 直接用它和面霜就够了 所以我觉得它作为一个爽肤水来说 非常特别 既温和又有效 还保湿 我也没有感受到对皮肤有任何刺激 味道也非常好闻 包装也是一如既往的高颜值和高质量 用起来让人非常的舒心和开心 它的价位也不算很高 效果却令我非常惊喜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一款 下一个是当时和爽肤水一起买的 Chanel的柔滑紧致眼霜 和爽肤水一样 这款也大大超乎我的预期 它的质地非常柔滑 不轻薄也不厚重 刚刚好 保湿而不油 在我用的这几个月中 眼周没有出现任何让我担忧的问题 细纹没有增加 并且有改善 保湿度非常够 从没觉得干涩 我通常只在晚上用 即便第二天什么护肤品都不用 眼周也都不会觉得干 对于黑眼圈也有预防和改善 并且我觉得有比较明显的紧致效果 所以这款我非常喜欢 非常推荐 下一款是来自OLED的面霜 它的保湿效果还可以 对于均匀肤色这一点 目前没有特别强的体会 值得注意的点 在于它的质地 非常容易涂抹 极其好吸收 轻轻一推就能完全吸收 用完后是一种粉感 特别干爽 不是那种水润的感觉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如果你喜欢比较清爽的效果 那可以尝试一下 但我不确定干皮用起来会不会太干 还有就是 它有非常强烈的香气 是我用过所有面霜中 味道最强烈的 即便是涂完它 然后用了粉底液 过了一段时间 我依然可以闻到它的味道 也不是不好闻 只是非常强烈 如果你不喜欢刺鼻的香气 那建议慎重考虑 这一款从包装和整体的使用感受来说 确实不会像其他的大牌那么高级吧 我当时是在一家店铺搞活动的时候买的 如果按照原价来说 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下一个是来自兰蔻的提拉紧致碗霜 作为晚霜来说 它的质地相当优秀 一点也不厚重 很容易推开 也很容易吸收 干皮和油皮 我觉得都可以用 这个是抗老系列 主要功能是抗皱 我觉得是有效果的 因为使用期间 我都没有长什么细纹 并且有很明显的紧致效果 它有血 适用于脸部和颈部 所以我也都会用在脖子上 而且会加一点点按摩提拉的手法 用完非常舒服 它有淡淡的玫瑰味 很温和 很低调 这款我觉得一年四季都能用 但我会在用量上做调整 夏天就只用一点点 秋冬会加大用量 这个我会推荐给青熟龄和熟龄肌 不限于具体的年龄 主要看皮肤的状态 尤其是青熟龄肌 我觉得要未雨绸缪 抗老和抗皱还是尽早做准备比较好 尽量让皮肤的年轻状态维持得更久一些 好过于在过了这个阶段后再往回搬 是不太容易回去的 比如说 如果把皮肤状态分成一二三四个阶段 一旦到了阶段三 想要回到阶段二 那光靠护肤品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最好是尽量延长阶段二 做预防的工作 延缓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间 我个人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言归正传 这款碗霜我是推荐的 下一款也是一个碗霜 来自CeraVe 不含香精 完全没有味道 和Ole的那个面霜是两个极端 它也包含了和我刚刚分享过的洁面中 类似的几个成分 有保湿和镇定的功效 它的质地很特别 看上去是很浓稠厚重的 但很容易推开 一点都不油腻 擦完之后呢 是很水润和昙滑的感觉 但我觉得夏天用稍微有一点厚重了 所以我只用了几天就停了 准备等到冬天再开始用 到年末的时候 我会再和大家分享使用效果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来分享护发产品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以获得更新通知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赞 谢谢 下期见